這世界上沒有魚會假曬 嗨大家好 我是小青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像我們在水族館工作 都一定會遇到的 共有的故事喔 就是 客人進來後 直接會問說 老闆我要買會吃大便的魚 老闆 你們有什麼魚會吃大便啊 神奇喔 太太啊 這世界沒有會吃曬的魚喔 水族館會賣這種會吃大便的魚啊 我們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叫做 底漆魚 我們養魚啊 會把魚缸分成 上層 中層 下層來區分 除了看魚他們平常都在 哪一個區域活動之外呢 其實也會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 嘴巴長在不同的位置 像這次講的底漆魚啊 就是嘴巴靠近地面 為了找食物 然後就這樣一直吸一直吸 一般比較常見的有 俗稱垃圾魚的琵琶鼠啊 然後是異形 小鬍子類的 我們水族館賣的是這一種 跟垃圾魚比較起來呢 比較好理解區分的是 異形跟小鬍子類的 觀賞價值比較高 單價稍微高一些些 也有比較小隻 比較平價的 像是 小精靈類的啊 或者是雪花壺之類 那第三種呢 是屬魚 屬魚呢 嘴巴就沒有辦法吸在牆壁上 那牠也不會吃青苔唷 簡單來說啊 牠們到底在剪什麼呢 第一個 蠶餓 在牠們原生棲息地的時候 牠們會啃食石頭上 木頭上的青苔 藻類 或是魚的屍體 蝦的屍體 那在魚缸裡面呢 牠們吃東西的習慣 就變成剪地上的蠶餓 剪人家沒有吃完的 例如 屬魚會靠鬍鬚呢 去搜尋 尋找地上殘留的蠶餓 異形的話呢 除了吃蠶餓之外呢 牠還會清除一些 藻類啊 青苔啊 例如 綠斑藻、褐藻類 第二個 中上層消化不良的魚 拉下來的東西 沒消化就拉出來的食物啊 半消化 半沒消化的食料 你說 這個到底是大便呢 還是食物呢 因為還存留著食物的味道 底漆魚就會被這些味道引誘 是這些還沒有被消化的食物 但是牠會自己避開 已經成為大便的 嗯...大便 好吧 你也可以把底漆魚看成是一隻小狗 很多人說狗改不了吃屎 其實是因為裡面 也還沒有消化完的食物 所以呢 小狗狗就會去吃大便 嗯... 但生活人啊 應該很難理解 他們為什麼要去吃 外觀是屎的食物啦 當你知道底漆魚生來職責,不是吃大便之後呢? 我來告訴你,底漆魚要不要吃飼料? 要喔! 如果長時間下來,只讓牠們吃掉在地上的腸餓, 牠們會有營養不良的現象,怎麼判斷營養不良呢? 比如說,體色暗淡,肚子凹陷,火力不佳,懶得動 食料的話,你們看包裝上面有寫, 陳底飼料,底漆魚專用飼料 我們自己也會餵食水晶蝦專用的飼料 像這一款,超好吃水晶蝦飼料,或是有畫異形,屬於圖案的 只要選擇可以信任的廠牌就可以了 餵食的頻率大概是每天一次看提型的大小,來選擇餵食的份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養異形,也可以丟一顆橙木,讓牠磨磨牙 就像小狗狗會啃骨頭一樣 牠會啃木頭,但是牠也會拉出木屑來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喔! 這次的贈品是蝦的日記超好吃水晶蝦飼料5份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會從留言中,隨機的抽出5位幸運的草友,將贈品送給你!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的水族知識,請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小青,AC草引水族,下次見,掰掰! 我是小青,AC草引水族 還回到影片下方文,請按下訂閱,跟作曲想分享 我 &在影片下方的影片下方文,請按下訂閱,請按下訂閱,